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大调查 其实呢我们对中国式的坐月子做了一个调查 看看哪些是大家生活当中最常碰到的 来请看大屏幕 第一种醉 醉怕水 这我知道 不能刷牙不能洗脸不能洗澡 这太恶心了吧 对对啊 我馊了那坐月子 你说馊了也比以后你卖不动腿好啊 你说那水一天天凉 洗完了以后 突然间你又一下凉 你说你这股份全开着呢 我还是 那就让热水洗呗 热水洗你穿衣服的时候 你擦干身上食物 那可真是一小分一吹 可真是那什么 再者说老年那些都知道 就是那刷牙 实际刷牙以后岁数一大 那牙脱落的就特别早 老早你就咬不了东西了 你说是你不洗个澡忍着好 这一段不好 跟那也没关系吧 小媳妇都不敢说话了 我在坐月子的时候 基本上就坚持到第十天的时候 因为老人也还是愿意让你别碰那些水啊什么的 但我觉得我第十天的时候就开始洗头洗澡了 没有问题啊 我觉得现在我挺好的呀 那我问一下我们的李教授 坐月子真是不能碰水吗 咱们这个老辈的传统确实是不让碰水 不洗澡不洗头不刷牙 但是这些呢都是漏洗 都是现在都基本上都病气了 漏洗啊 漏洗 所以对于产妇来说 那么产后七天之内 产妇出汗出的特别多 那么他出这些汗呢 就是要把体内的一些代谢产物排出来 您再不让洗澡 那么那些代谢产物都在他的身上 都在他的身体内 身体的表面 那容易自生细菌 容易造成感染 容易出现一些健康问题 所以呢 一般说产后二十四小时 只要没有伤口 就可以洗澡 那么如果有伤口 比如说阴道分娩的 那么可能有侧切伤口 如果有侧切伤口 一般侧切伤口三五天愈合 愈合以后就可以洗澡 那么抛产的伤口 一般是七到十天愈合 那么七到十天以后就可以洗澡 那么这时候洗澡 肯定要洗淋浴 不能作浴 我还真是听过老话说啊 就是说刚生完孩子 是不能刷牙的 说就像胖姐说 要刷牙的话 可能你的牙齿会过早的脱落 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吗 这也没有科学根据啊 你想想咱们要是一天不刷牙 或者说咱一天就一次不刷牙 咱早晚都刷牙吧 你一次不刷牙 你都觉得别扭 牙上会呼着一层东西 你今天吃的东西 那都会细小的那些末 都呼在我们的牙上 甚至塞到我们的牙缝里 如果真的不刷 这些东西就出不来 出不来它在那干嘛 它就吐败啊 就在那发酵着 对啊 它就发酵啊 就会产生一些酸性的物质 那么这些酸性的物质就会捕食我们的牙齿 而且月子里吃的东西还特别的丰富 而且想想你都多恶心啊 这个东西在牙上下不去 然后自称细臣 然后跟着你下边要吃的东西 吃到肚子里边 然后这些营养物质 又转化成这个孩子 给英文喝下去了 多恶心啊 我让你们刷 这回有李教授 你说他在说呀 我觉得全场都会要吐 没有 我也觉得说这个坐月子 跟刷不刷牙没有什么关系 毫无联系啊 所以变成之前的这个长辈呢 真的可以稍稍让一步了 该刷牙刷牙 该洗头洗头 该洗澡洗脑 产后伤口恢复 应及时洗澡刷牙 保持干净卫生 但注意 洗澡时要淋浴 不能坐浴啊 现在呢 这个比较进化的比较好 我觉得出了一些月子水 什么之类的啊 然后呢 可能也满足了老人家 所以说你们不能碰水 不能咋的 也满足了这个新兴人类 他们想要渴望喝点好的 想要接触这些东西的愿望 所以这个月子水是有用吗 是 碰姐肯定没喝过这个吧 我们都上来嚐一嚐 这完全没喝 这好像新玩意儿哈 多到两杯咱都嚐一嚐 我其实在坐月子的时候喝过这个水 我们家我不是两个孩子嘛 老大的时候就没有喝这个 但是老二的时候就喝了 然后我觉得其实 没什么太大区别 就是水啊 就是水啊 有点那种牢骚味 你闻着像酒 有点像酒那样酒的味道 喝起来没有太大的酒啊 月嫂给我们介绍一下 它这个主要配料是什么呢 这个呀 这还是米酒 米酒 月子水也是米酒 它有度数吗 有 也有度数 有度数 喝多也吐是吗 不是喝 喝不到那杯 这个浓度比较高一点 这体较稀一点 那我们让刘正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 为什么月子里面的人要喝酒 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效呢 就是能够活血散淤 这和中国传统的坐月子 对新产妇的要求呢 是很一致的 就是怕让它受寒 然后怕让它产生淤质嘛 这样的话呢喝一点这个米酒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 米酒其实呢 也是酒 那么现在市面上卖的那些月子水呢 有的呢就是接近于米酒 就是牢骚酒量的这种程度 那么还有一些呢是去醇的米酒 就是它经过酿造之后 用特殊的方法酿造了以后呢 把里面的醇呢 尽量地去掉了 所以里面呢 这个乙醇的含量呢 已经变得非常非常低 但是它含得再低呢 实际上也是一些酒的成分在里面 所以大家就要注意 因为有一部分人呢 它不一定特别适合饮酒 还有部分人呢 可能存在着酒精过敏的情况 那么这些特殊的人群呢 并不适宜 就是用完全用这个月子水 或者是干脆就是米酒 来替代平常的这个饮用水 或者生活当中的这些用水 如果说真的每天都用这个 月子水或者米酒呢 来代替所有的饮用水 或者生活用水的话 可能月子没出 但是您的酒量呢 先就裂出来了 所以这样的话呢 事实上呢 要根据自己的具体的情况 怎么说把它作为一个补充剂 那么可能可以改善 整个的这个饮食的状况 但是如果把它完全替代用水的话呢 我觉得不太必要 点题就是坐月子啊 但是我们男生真的不知道 什么叫月子 然后呢 又什么是坐月子 是 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吧 坐月子呢 在中国是有一个坐月子的传统 这个坐月子就是产后一个月之内 孕妇呢 充分休息的这一个月 在中国来说 这一个月呢 也是最关键的 最重要的 全家人呢 都围绕着这么一个产妇转 让产妇呢 充分地卧床休息 我们管这个呢 就叫 传统的来说 就叫坐月子 哦 那这样吧 我们来看看 有哪些坐月子的话题 是正确与否的呢 我们请看一下大屏幕 来请看第一题 厂后要降温 吃冰块 做冰袋 用冰敷 这到底要敷哪里呢 我们先来问一下 好 四位来作答啊 请举牌 错错错 错 都是错 市长一提到这个冰字 好像跟坐月子 完全是势不两立 对啊 因为说最怕的就是冷嘛 是是是 我这个男人都知道 因为我伺候过月子嘛 没有 但是有一种传闻说呢 就是刚生完小孩的那孕妇呢 也要给他提过降温 甚至呢要让他的阴道 迅速凉起来 有消肿消炎的功效 所以就让他们在下面 做一个冰档 这也太可思议了 不会吧 不可能 那不是要做病的吗 反正在我这儿 绝对不能允许 对 那金盘月嫂 伺候过这么多的月子 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吗 没有 有没有 哇塞 对啊 你看孕妇 刚生完孩子 你就连开空调 都会被打架说 哎呀不能开呀 不能受风啊 不能凉着啊 怎么能用冰呢 怕着凉是不是 对啊 大家一致否决了这个 那李大夫来跟我们说说 这个用冰敷 这对不对 用冰敷呢 是一种医疗手段 比如说生孩子 那么我们有伤口 自己生了 因到分敏的呢 要做侧切 侧切的伤口 常常需要冰敷 那么冰敷的主要作用 就是促进血管的收缩 防止出血 防止呢 形成血肿 防止伤口的水肿 所以还是可以选用冰敷 这个手法的是吗 可以的呀 我们产妇产后发烧 那么我们降温 也是用冰敷啊 感谢观看